7點20分早安氣象時間 今天的天氣資訊要來請教一輪 今天開始有感降溫了 另外包含在颱風的最新路徑有哪一些變化嗎 把時間交給你 現在第22號的銀杏颱風 真的是走得好慢好慢 因為它受到了北方高壓的影響 再加上有太平洋高壓 沒有一個明顯的導引氣流 它現在每小時只有4公里的速度繼續潮 西北的方向來前進 但是也因為它走得比較慢一點 也讓它的暴風半徑是變得比較大 因為七級暴風半徑已經來到了180公里 但是未來它就會經過旅宋島的北邊 然後繼續來加速往前 但是之後應該就是會往南偏的角度 但是可以看到其實目前各國 也都還在模擬預測它未來的路徑 可以看到歐洲跟美國 其實大部分大家的看法都是滿一致的 因為可以看到就是先朝西的方向 然後再往南的方向來前進 所以接下來其實就是周四到周五這兩天 它有可能會離我們台灣比較近一點點 而來看到其實日本跟美國的路徑 也都是看法滿類似的 因為就是剛剛所說到的 有受到了北方高壓再加上太平洋高壓 而且這幾天 北台灣的觀眾朋友應該都有感受到 這幾天的天氣都是濕濕涼涼的 尤其在早上的時候 今天甚至只剩下了16.2度 就是因為東北季風比較強勁一點點 所以這些因素之下呢 讓它沒有辦法來北轉 就是繼續的朝西來前進 而且可以看到剛剛有說到 因為東北季風比較強一點點 所以其實都是讓我們的北台灣 尤其基隆北韓還有宜蘭地區 雨勢都是下的比較大一點 甚至今天早上呢 氣象署也針對這些地方來發布了大雨特報 而這樣子低溫還有下雨的情況呢 預計會一直到周五 東北季風才會慢慢的減弱 但是可以看到其實接下來幾天的天氣呢 就是有可能會受到了 颱風的外圍環流影響 因為它現在繼續朝西來前進 但是它的暴風半徑 還有外圍環流還是有可能 會有一點點來影響到我們的南部 但是它在繼續往西的前進當中 就有可能會來引發共辦效應 因為剛剛有說有東北季風 再加上外圍環流 可以看到尤其在周末的時候 哪些地方雨會下的比較大一點點 也就是基隆北韓還有宜蘭地區 要提醒大家周末的時候雨勢可能又會稍微大一點 而這樣天氣形態呢 預計要到下周的時候 周一周二颱風漸漸的遠離 但是呢還是會有一些東北季風 所以雨勢雖然比較小了 但是北台灣還是比較涼一點 桃園以北還有東半部都是有雨的天氣 而除了風跟雨要提醒大家要留意之外 其實今天呢也因為東北季風影響 再加上台風 所以可以看到九到十節長震風 就會出現在哪些地方 像是雲林到桃園的沿海地帶 還有在澎湖也就是離島地區 尤其海上的浪高都會稍稍高一點點 所以最後要提醒大家今天呢 沿海的風浪依舊會比較大一點 要留意長浪 而接下來銀杏的暴風圈呢 有可能周四周五離我們台灣最近 那麼就有可能會有一些共辦效應來產生 所以在周末的時候 要提醒北部跟東半部的觀眾朋友 要特別注意 有可能雨勢都會比較大一點 以上是這一節的強資訊 再講述